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桃园农工电子科张伟晴老师 2-2射码电阻器的内容 再教导各位同学如何判读电阻元件上的标示 来了解电阻值的大小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课程的内容 使用上的电阻元件必须在元件上有所标示 告诉使用者这个元件的电阻值究竟是多少欧姆 使用者才能很快的应用在电路上 而电阻器上最常见的标示方法有两种 分别是射码标示法以及数字标示法 射码标示法比较常见于小体积的电阻元件上 因为体积较小 若印制数字于元件上的时候 比较难用肉眼直接辨识 这个时候就会采用射码标示法 而数字标示法通常应用在较大底积的电阻元件上 因为在这种元件的表面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印制较大的文数字 射码标示法就是在电阻元件上 利用不同的颜色标示一圈一圈的射环 透过特殊的判读规则就可以知道 这个电阻元件的电阻值是多少 在射码标示法中 依照误差范围又可再分为三种标示法 第一种称为三环标示法 用这个方法标示的电阻 电阻值误差范围都是20% 也就是说用三环标示法标示1K欧姆的电阻 实际的电阻值范围可能在800到1200欧姆之间 第二种称为四环标示法 同学们上实习课所使用的电阻 大都是利用这种方法标示 这个方法标示的电阻误差范围大都在5% 第三种称为五环标示法 这种方法通常用来标示精密电阻 通常在比较精密的电子电路中 才会看到利用这种方法标示的电阻元件 在学习射码标示法之前 我们就必须先记忆射码电阻表 就好像在做四折运算之前 必须先认识阿拉伯数字一样 射码标示法是利用电阻身上的射环 来表示电阻值 所以我们必须先记忆各种颜色 所代表的数字、倍率以及误差 以上表而言 若以棕色表示数字的话 就是代表数字1 然后若以棕色表示倍率的话 那就是代表10的一次方 若以棕色表示误差 那就代表1% 再看到其他颜色 例如黄色 若以黄色表示数字的话 那就是代表数字4 而若以黄色表示倍率的话 那就是代表10的四次方 最后 黄色这种颜色并没有用来表示误差 所以是空格 其他颜色所表示的意义 也都是如这两色的推论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色码电阻表其实不用10倍 颜色所表示的各种意义 均有某种规则可循 例如从左边开始 由上而下 颜色分别为黑中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分别表示数字是0到9 若用来表示倍率关系的话 则分别代表10的0次方到10的9次方 至于误差 较常用的误差颜色分别为 金色表示5%的误差 银色表示10%的误差 透明则表示20%的误差 如果脑袋里面还有记忆体的话 不妨在记忆中色代表 1%的误差 红色代表2%的误差 当色码电阻表记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判读 电阻元件上的电阻值 以三环标示法而言 比较靠近接角的色环是第一环 接着是第二环 依此略推 第二环为数字环 第三环则为倍率环 以这个图来看 第一环为红色 红色代表的是数字2 所以第一环是表示2 第二环是绿色 绿色代表数字5 所以第二环表示5 第三环是倍率环 颜色为棕色 棕色代表倍率为10的一次方 将前方两个数字乘上倍率 就可以判读出电阻值为250欧姆 使用三环标示法的电阻误差都是 20% 所以最后的写法应该要写为250欧姆 20% 接下来我们再练习一提三环标示法的判读规则 以上图而言 第一环是灰色 灰色代表数字为8 故第一环表示8 第二环为橙色 橙色代表数字是3 所以第二环表示3 第三环为倍率环 颜色为红色 红色代表倍率为10的二次方 将前方两个数字乘上倍率 就可以判读出电阻值为83乘上10的二次方 接着再做一点转换 将数字调整为8.3乘上10的三次方 就可以写为8.3K欧姆 使用三环标示法的电阻误差都是 20% 所以最后的写法应该要写为8.3K欧姆 20% 四环标示法的判读规则 与三环标示法大致相同 只是要多判读一个误差环 第二环表示数字环 第三环则为倍率环 第四环则为误差环 误差环与其他三环会相距较大的距离 第一环为黄色 黄色代表的数字为4 所以第一环是4 第二环为紫色 紫色代表数字为7 第三环则为倍率环 倍率环颜色为绿色 绿色代表的倍率为10的5次方 将前方两个数字乘上倍率 就可以判读出电阻值就是47乘上10的5次方 再调整一下数字的乘上倍率环 再调整一下数字的乘力倍数为4.7乘上10的6次方 就可以将这个电阻的电阻值写成4.7MΩ 接下来再看到第四环为棕色 棕色所代表的误差是1% 所以这个电阻值的完整写法就可以写成4.7MΩ 接下来我们再练习一提四环标示法的判读规则 以上图而言 第一环为白色 白色就表示9 第二环为黄色 黄色代表的数字是4 所以第二环是4 第三环为倍率环 倍率环表示的是黄色 黄色所代表的倍率是10的4次方 将数字调整为940乘上10的3次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940KΩ 再看到第四环为金色 透过查询色码电阻表 我们就可以知道金色所代表的误差是5% 所以上述的电阻值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940KΩ 5% 5环标示法 只是比4环多了一个数字环 其余判读方式均与4环相同 第1、2、3环都是数字环 第4环则代表的是倍率环 第5环则表示误差环 误差环 和其他4环会相距比较大的距离 如上图所示 电阻的数字标示法 通常使用在较大功率的电阻上 因为容许5硬制的范围面积比较大 所以采用这一种标示法 如上图所示 5W代表这个电阻的额定功率 也就是说这个电阻 每秒最多可以承受5交2的能量 0.25Ω 第5环则代表这个电阻的组值 大写字母J 则代表这个电阻的误差范围 经由查询数字标示法的误差范围 就可以知道 这个电阻有5%的误差 这个单元主要在跟同学讲解 如何依照电阻原件上的标示方法 来判读电阻的组值 本单元的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